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他已经吃了李轩元给的丹药 但是是否能治愈 还不一定 你说不一定 那就是还有可能 李轩元说 可能性很小 而且就算治疗的话 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其实兄长的病根在于风渣 瞧瞧寻找古楼下落不明 儿子又被他亲手给杀死 试问天底下 哪位父亲遇到这样的事情 还能捕风的吗 所以 这就是你一直不让我见他的原因 为洛大哥 将心比心 如果你是我的兄长 你会愿意让自己的兄弟 看到他今天 变成了这副不人不鬼的模样吗 对不起 是我误会你了 颜将军 如果你说的是真话的话 颜风渣已经死了 凌风街根本没有领路人 你为什么不直说呢 还让若福假扮 你知不知道曹燕兵 为了消灭石火王 差点丢了半条命 曹兄弟 一切错谬都在我 凌风街不够强大 若福一时之谎 让你们大家都有了误解 我只是觉得 曹兄弟血气方刚 迷奸不摧 我很担心 他一旦知道真相之后 知道寻找古楼无望 就会一怒之下 拿凌风街开刀 颜将军 你这是什么意思 难道你认为曹燕兵 和石火王是同样一种人吗 我当然希望他不是了 曹兄弟帮我们解决了 石火王的恩情 我定将重金筹谢 但是至于其他 有些事情 终非人力可及 这世间 亦不能事事如意 还希望曹兄弟 能够想开一些 不要太强求 不可能 装目作秧的女人 曹燕兵 他一定是在骗你 我告诉你 颜语 你能说的话 我一个字都不会信 对 你说严峰渣死了是吧 那我活要见人 死要见尸 你说什么 我们踏风族的尊严 岂能容你如此践踏 践踏了又如何 你闭嘴 曹燕兵 总之 我绝对不会善罢感受的 不等着 不用了 我把刺激进行 而我 我抵达你 特别是 他有点 我找你 我以为你 要不然 凭心 我找你 你找我 我找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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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你 要找我 这可是我兄长舍命保护的地方 不会的 曹元鞭他不是这样的人 你确定吗 你放心 只要有我在 我绝对不会让他做出 伤害凌风街的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